说这是四川最惨的本田雅阁应该没人反对吧 根据了解这辆本田停在四川某机场已经好多年了 至于什么时候停在这里 我们不得而知应该不会低于六年 从行车灯和轮库来判断 这应该是2006年生产的雅阁排量为2.0 在董车第一查询了一下 这款车当年的指导价为19.98万 17年前能花20多万买雅阁的人非等闲之辈 何况这辆雅阁还挂着一副价值60多万的车牌 现如今这辆车已经不值钱了 值钱的是这个车牌 不过有一点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如果车辆超过两年都没有进行年检 车辆档案会被注销 如果车辆连续在三个检验周期内都没有获得年检标志 车辆档会被强制报废 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会放弃这样的拍照 这也太可惜了吧 这也太可惜了